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週一公布的數據顯示 截至當日下午2時 美國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計達到597萬人 死亡者達到182,600人 被廣泛引用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 美國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計已超過600萬人 無論是累積感染者的人數還是死亡人數 美國都居世界首位 並因此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批評者一個主要話題 以及今年稍月總統大選的一個主要競選議題 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聲明中說 生命正在喪失 美國人民需要真正的 以證據和事實為基礎的領導 以擊敗這個邪惡的病毒 特朗普總統星期一下午在白宮新聞簡報會上說 過去一個月以來 美國新冠病毒的新病例下降了38% 他還宣布在疫苗研發領域取得巨大的進展 包括俄斯特捷利康公司的一款疫苗 已經進入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他說再加上另一款疫苗的研發 也都進入最後衝刺的階段 美他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 演製出疫苗以擊敗他所說的中國病毒